youtuber酷炫先前透露信用卡被盗刷十几万 近年他也透过影片分享了受骗的详细过程 酷炫表示同事在前阵子 收到一封来自化妆品公司 举报广告侵犯版权的邮件 并且对方要求下载邮件中的压缩档案 不料档案下载后却无法删除 隔天同事就通知酷炫 榜有信用卡资料的脸书企业管理平台被害入 当下酷炫的电商官网 被骇客改成了奇怪的国外网站 而且诈骗集团的广告投放只有国外才能显示 还分别盗刷了两笔广告金额 此外骇客使用了后台的广告范本 导致他们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信用卡被盗刷 他的同事甚至被骇客移除了管理员权限 所幸有位管理广告的同事并没有遭到移除 才顺利将招号救回 酷炫谈研算已经报案 但无法确定能否追回款项 也借此提醒网我们要小心 以防成为下一个受害者